现场连线消息来关心陈凯伦的独子陈瑞 因为涉入了黑道 因此是遭到裁定收押 在刚刚律师带着素食 和陈凯伦的亲笔卡片 前往探望他 情况如何呢 我们连线请戴秋荣来告诉我们 秋荣 好的一人陈凯伦的儿子陈瑞 因为涉及帮派案件 目前收押禁件在士林看守所 那么由于是亲属禁件的关系 所以陈凯伦夫妻 就算非常想看到宝贝儿子 还是没有办法 所以呢在上午的时候 特地到律师事务所 是拜托律师帮他带了一些东西 来给他的儿子陈瑞 那么画面上您可以看到呢 律师拿出来的包含 有一件这个比较厚重一点的 保暖的衣服 还有裤子之外 希望这几天天气冷 能够让陈瑞穿得保暖一些 那么另外 这个陈凯伦还特地亲笔写下了 对儿子的一些鼓励的话语 那么呢信封上面写着瑞宝贝 那么瑞其实就是陈瑞的那个瑞字 而且呢最后是署名爸爸祝福 那么这里头呢就是代表着 他们陈凯伦夫妻两对儿子的鼓励 还有就是希望说 他能够改过自新之后 附上了一张自由女神的明信片 就是希望儿子时时刻刻 想到自己总有一天能够重获自由之声 而且呢特地还交代 拜托了律师带了一份连锁素食店的鸡块餐 要带进去给他的宝贝儿子吃 因为他说他的儿子平常最喜欢吃的就是鸡块餐 我们来听看律师转述陈凯伦夫妻的心情 关心他的小孩啦 对这样主要是这样子 早上情绪上陈凯伦夫妻情绪还好吗 还很稳定啊 很稳定啊 就是希望就是请律师帮个忙 带个东西进去这样子 那为什么他们夫妻没有想亲自过来呢 他们现在被禁见啦 所以主要是亲子进去 对对对 主要是亲子进去 就请我们帮个忙帮带个东西进去 因为我们说到其实他很想看他的孩子 是没错 他们很想看他 他什么跟您说 就是就是很想看我不晓得怎么讲 他就是很想看他孩子 然后请我们帮忙 那么陈凯伦夫妻其实真的是非常想要见到他们的宝贝儿子 不过实在是因为现在是这个近见 家属近见的状态 所以他们夫妻俩是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儿子 只能够委托律师带了一些保暖衣物 以及要他们对儿子满满的关心 还有鼓励 希望他们的儿子能够撑过去 这一段最难过的日子 那么稍后啊 律师和这个陈瑞谈了什么样的内容 有最新消息在随时透过连线为您查播报导 现场交换 彭内博